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记者夏宾 今年以来人民币双向波动明显 经历了下跌也有快速上涨 近期央行等部门机构对人民币汇率的表态 引发外界关注 哪些因素将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中国现行的汇率机制对经济运行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今天我们邀请到中营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原国家外汇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先生 接受我们的专访 为大家解答这些热点问题 管先生您好 下边您好 是这样 我们知道就是今年二季度之后 人民币出现了一波波动上涨 然后它也涨破了6.4 最近又出现了一些回调 想请问您 之前一轮人民币的升值是哪些因素推动的 最近它回调又是什么原因 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是一个W型的走势 现在人民币汇率隐含着美元强 人民币弱 人民币弱 实际上就是对应着美元的折返跑 进入4月份以后 实际期美贷收益率又开始大幅回落 然后美元又冲高回调 那么4月份美元又是贬值的 所以在5月底的时候人民币出现了一波急涨行情 人民币的交易价和中间价 先后的升破6.4 创了三年来的新高 但是6月份以后 美元又出现了反弹 6月底7月初反弹到92以上 那么美元强人民币6月份开始又出现了一波回调 进入6.40时代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5月底6月初 这一波人民币汇率急涨行情过程中 那么国内的有关方面也加强了汇率预期的管理 对汇率的趋稳也发挥一定的作用 所以首先是市场的原因 再有政策上也进行一定的调控 但政策是暂时的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人民币对美元的回调 主要还是反映了美元指数的走强 不久前中国官方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表态非常密集 您觉得这些表态里面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 这些关键信号对于市场和企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就是强调什么 就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基本稳定的政策不变 那么第二个强调就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有管理浮动的汇率制度不变 那么第三个明确了 就是不会把汇率的升贬值作为工具 既不会用贬值来刺激出口 也不会用升值来对冲出路性的通胀 不会作为工具 那么第四个告诉大家 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 汇率波动是必然的 测试是必然的 我觉得这些方面的信息可以归纳出 归纳两个方面的市场信号作用 第一个就是市场教育 就是通过引导市场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 来避免把追涨杀跌 来告诉你这个汇率也是测不准的 因为外汇市场是一个有效市场 另外一方面的通过密集发声 也是对市场有警示作用 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赌汇率 单边压住汇率的升值 然后警告不要去恶意的操纵市场 不要去恶意的制造单边运气 有人觉得说之前人民币的快速升值 可以应对大宗商品涨价 可以应对可以缓解输入性的通胀压力 对于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就是这种快速的单边升值 对于市场来说 它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 我们要发挥汇率对国际收支平衡 和宏观经济稳定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对吧 那么汇率有涨有跌 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 它对经济运行肯定有一定的影响 从去年六月份开始 那么到现在为止 人民币对美元升了10%左右 肯定对于降低进口成本 特别于原材料的进口成本 是有一定作用的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它是有利于降低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但是相反的对出口就是不利的 那么我们的企业 出口企业从接到单定下价格 然后到生产发货 然后再到收到外汇 过去的时候可能三个月左右时间 你就能够完成这样一个流程 那么这意味着你的那个时候 你出口的汇率场口 只有三个月时间 最长就三个月时间 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可能现在四个月五个月 那么从去年六月份以来 人民币总体上是持续的单边升值 那么就意味着 如果你这个时间窗口越长 那么意味着你汇率风险 场口就越大 那么这个对企业就带来很大意义 我做过一个测算 从去年的十月份到今年的二月份连续五个月 那么人民币每五个月环比升值的幅度都在4%以上 那么就有很多企业的 它的这个出口的利润都没有那么高 特别是小的企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这个国家非常重视 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这个东西不但要靠政府采取措施 更多的要靠企业自救 就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定价能力 要提高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等等等等 但是要采取一揽子措施 因为很多这个措施是结构性的措施 它是个慢变量 中国其实已经进入到这个新发展阶段 然后这个中央和官方也一直在强调要畅通 国内国际这个双循环 您觉得在这样一个客观背景 和大正方针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因素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它会强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个人觉得呢 对于这个问题 更多应该把它装成什么 一个制度中性 就是本身它并不能决定 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 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吧 比方说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它对人民币是有利有弊的 从利空的方面来讲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扩大内需 意味着你增加进口 增加进口就减少贸易顺畅 那么给定其他条件 那不就是利空人民币吗 但是呢问题是 如果你真的通过内需 能够拉动经济比较好的增长 特别通过创新发展 驱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那么我们劳动生产率 技术进步比别人快的话 那么对人民币有势力多 对吧 所以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们知道啊 就是央行它其实也在强调说 人民币汇率要由市场决定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中国现在实行的叫做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您怎么样看待 这样的这种汇率制度 广义的汇率选择 它实际上包括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是制度安排 就是固定汇率 浮动汇率 有管理浮动 这叫制度安排 制度相对是稳定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汇率政策 在同样的汇率制度下 它也可以有不同的汇率政策 那么从实践来看呢 我们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安排 最突出的表现在什么呢 就是我们从94年确立 现行的汇率制度以来 我们经历了各种极端事件的这种冲击 所以人民币可以有掌有跌 人民币这种双向波动 成为了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证器 恰恰就是因为汇率波动起来以后 它有助于什么 即时的释放市场压力 要避免预期的积累 那您觉得未来 这个汇率机制的这个改革大方向 咱们会往哪个方向去走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应该防范什么样的风险 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市场化改革 它的方向还是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 发挥越来越大的这个作用 现在这个汇率市场化改革 它本身是什么三文一体的改革 我们一般理解汇率市场化改革 好像就这个 汇率中间价怎么形成 汇率浮动区间 是不是要调整甚至取消 实际上这个只是汇率改革的一部分 它有还有两个 还有两亿是什么来着呢 还有两亿 一个是发展外汇市场 只有有深度 有广度的外汇市场 有流动性的外汇市场 才能让我们什么呢 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 配置外汇资源的作用 更好地发挥 它的什么价格发现风险 规避的这个作用 另外还有一亿什么来着 旅顺外汇供求关系 就是要逐步的减少 到外汇收入和支出的行政干预 就是我们在这个 在对外汇收支活动 进行行政干预的话 必然是带来市场的这个扭曲 那么扭曲的市场 必然带来扭曲的价格 现在监管部门就讲 我们这资本账户 要是双向的开放 有税的开放 有流露也有流出的开放 除了这个外汇改革本身以外 还有其他改革 比方说我们货币 现在货币政策框架的建立 央行不会再通过 外汇占款的渠道 去吞通基础货币 所以从中国的经验 我们也能够深刻体会到 只有经济金融体系健康 我们才能享受 惠里浮动带来的好处 那么还有什么来的呢 还有这个 现在企业制度的建设 就是我们的企业 能够正常的对价格信号 做出反应 就是不能够什么来的 不能够去追涨杀跌 要有平常心看待 资本的流入和流出 没有人告诉你说 人币升值就一定是好事 或者人币贬值就一定是坏事 当然还有一块就是 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对吧 如果按照我们提出的 新发展理念 比如我们畅新驱动 那么将来我们的进出口 更多是靠什么 附加值 是吧 靠非价格竞争力 那么它抵御 汇率波动的能力就更强了 它就有可能 把什么来的 如果汇率升值了 我们就有可能 通过自己的溢价权 把这个升值的成本转嫁出去 所以这是一揽子的改革 一方面本身外汇的改革是三位一体 另外一方面 其他的改革肯定也会 对人币汇率行政 机制改革起到推动 或者制约的作用 您怎么判断 未来人民币的走势 然后以及 之前其实您在一次 讲话中其实提到了 人民币它现在已经越来越 具有成熟货币的特性 您为什么给出这样的评价呢 人民币越来越具有成熟货币的特性 就是它是什么 非线性的随机游走 就现在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 有时候是升值的因素占主导 有时候是贬值的因素占主导 然后这些影响是此消彼长 就涨多了会跌 跌多了会涨 然后我们经常呢 就是很多人研究汇率问题的时候 他通过基本面来推 说中国经济稳重向好 人民币就是什么会升值 包括最近有人抛出来 中长期人民币会升值 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说 我们按照十数规划提出来的那一系列战略附属 把那些事说好了 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 人民币就会升值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在外汇市场上存在什么样的 存在多重均衡 就是你在给定基本面的情况下 你并不能够简单的线性外推出 人民币必然升值还是贬值 我却相信一个概念是什么样的 经济强货币强 这个是有这个历史的这个经验证明的 比方说战后 随着日本和德国经济的崛起 那么德国马克和日元 他就是升值的 长期就是升值的 就经济强货币强 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么在94年互利兵贵以后 为什么人民币能够比较长的时间 绝大部分人是升值的 也是经济强货币强 在2014年以前 94年到2014年 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是10%左右 所以所有做空人民币的人都是无功而返 从中长期来看 如果我们按照十四五规划 2035年远景目标 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实现高质量这个发展 那么经济强货币强 我们人民币肯定是有潜力的 但是我们从此案到彼案 这是要有过程的 与其去奢谈这个升值新周期 不如去适应波动新常态 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个单边的思维 来看待这个汇率的走势 我们越市场化 那么汇率的去更加呈现一种 这个非线性的随机游走的 这种成熟货币的特征 谢谢管老师今天的这个采访 感谢您 好谢谢下边 各位观众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tek 激沙 字封 394 ели wichtig 刚才tte执币は 听不吝点赞 转发 arrg面 眼前面座